新奥特曼票房突破31 碾压所有奥特曼大电影 更是迪迦最终圣战的5倍 到底是新奥特曼太过精彩 还是最终圣战太过拉垮 众所周知 新奥特曼大电影在日本 已经上映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 新奥特曼的累计票房 已经达到了30亿日元 超过了远古推出的所有特设局 面对如此优秀的数据 很多奥迷将以往的剧场版 与新奥特曼进行了比较 而被誉为经典制作的最终圣战 更是成为了重点的比较对象 毕竟呼声极高的最终圣战票房 只有6亿多 而新奥特曼目前已经达到了30亿 是最终圣战的5倍之多 其实在新奥特曼预告片推出时 很多人对于新奥特曼的剧情并不看好 作为致敬初代的大电影 新奥特曼不仅取消了计时器 就连特设局的元素都改成了CG特效制作 这让很多喜欢特设局的朋友 对此产生了抗拒心理 但新奥特曼用数据证明 它的改动是很成功的 30亿的票房不仅吊打了所有的奥特曼大电影 更是让新奥特曼进入了日本所有电影前五的场景 这绝对是奥特曼特设局历史性的进步 不过随着新奥特曼的热播 让大家不免想到了奥特曼大电影中影响力最大的最终圣战 对于这部剧场版 大家的评价是相当之高 甚至有人说它是奥特曼中无法被超越的经历 当然有人喜欢就会有人讨厌 借着新奥特曼的数据 不少不喜欢最终圣战的网友 也借此对最终圣战进行了负面的评价 毕竟最终圣战的票房成绩只有新奥特曼的五分之一 其实对于这种对比呆毛是并不认同的 毕竟2000年上映的最终圣战 与2022年上映的新奥特曼有着巨大的时间差异 要知道随着近些年时代的发展 电影的票价也是有着几十倍的提升 就国内来说2000年时的票价可能才一两元钱 但现在的票价可都是三四十起 所以绝不能以单纯的票房绝对一部电影是否优秀 2000年时能有六亿票房的最终圣战 观影人数绝对比新奥特曼要多很多 毕竟纵观所有特设剧大电影 20年之后还被关注的可能也只有迪迦的最终圣战